可是我發現最近在歐美國家 還有流行一件東方很奇怪的事情 我百思不得起見 什麼什麼什麼 現場大家有沒有聽過兩個字 叫做 Asian Squat Asian Squat 什麼的 Asian Squat 因為那個就我們台灣人叫做 台客蹲 然後外國人還叫做亞洲蹲 因為你去亞洲的各個國家 你都會看到 什麼意思 要說我們這樣蹲嗎 對 因為這個是基因的關係 好坑喔 你穿到的鞋還可以坐嗎 對 這樣喔 你知道亞洲的各個國家嗎 那你們怎麼蹲 外國人不會蹲 我們沒有做法董上 對啊 我們不知道蹲你們怎麼蹲 只是我們通常都會蹲 下來蹲下來 你們出來蹲 你們出來蹲 無言會跌倒 就是肚 大腿跟腳腿就好 不是 是真的 是真的蹲下來 我們在像這首還是在運動 對啊 可以啊 他們說 怎麼蹲 可以耶 可以啊 可以啊 他們說 都可以啊 你們都好厲害耶 他沒辦法 他沒辦法 你沒辦法嗎 都很累 很可能 都講不起來 對啊 馬丁可以啊 可以啊 好 他們說這個是基因的關係 好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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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繼續這樣吃 我們好像在玩骰子嘛 幫我那一袋瓜子拿來 他們說呢 90%的亞洲人一定都會這樣蹲 我是少數不行的 我就是如果我不穿鞋子的話 我平底 你是真的嗎 不是 那個是叫什麼 那個平平竹啊 平板橋 不是 它叫做青蛙汁 我們小時候都有做過這個測驗 它是一種基因上面 就是發展不一樣 可是外國人 尤其是那種歐美人 所以他們如果沒有到亞洲來練習過的話 絕多數是 都會像我這樣 都沒辦法 他就會摔倒 我可以 可是我發現 其實他說的是對的 因為我們發現人都會用這樣子腳跟 對 腳尖 可是其實不只這個 因為西方人 我們其實可以再次來 這個發展來聊天好不好 因為現在西方人都會做 回座 回座 蹲久很累耶 給談話性節目也有新意啊 對 然後他們就說 這個亞洲蹲 除了是亞洲特殊的現象 然後你學會這個蹲之後呢 你來亞洲比較好交朋友 真的假的 有人在用這個交朋友 沒有 真的有 你看啊 去麥當勞的外面 或者你去泰國啊 那個什麼高山路有沒有 靠山那邊 很多都是這樣 大家蹲著喝飲料啊 而且他們國外居然還有網站 特別的寫說這個亞洲蹲 它不是只是一個文化現象 它對身體有健康的方式 真的假的 是真的 但是 英國人會做這個 就是你去夜店的時候 你不敢碰到馬桶 所以你會蹲在馬桶上 對 我這樣問 我這樣問一件事 那難道國外它沒有那個蹲的嗎 蹲是嗎 沒有 不是有 有 去公公車手 突二七有 你們剛來的時候 看到的時候 你們會使用嗎 就傻眼了 我就不知道那個這麼使用 我到現在也不知道 因為那個東西是一個圓的 我就不知道是 到底我哪裡 說實在習慣了之後 我真的覺得比較舒服 而且你真的不用把你的腿 放在一個很髒的馬桶上 沒有 你不要這樣 因為我 因為上了這種的廁所 我發生了很多問題 什麼 你怎麼跳進去了 我把那個在那裡 沒有 我把那個廁所弄得髒得要命 唉唷 哪裡都是屎 然後 然後最後 因為就是我不知道怎麼辦 通常在台灣 他們會有一個水管 你可以把它洗一洗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我應該是趕快把它洗一洗 然後洗 然後越洗 那個水就開始跑去外面 然後那個石油開始流著 可是它跑去外面 好酥喔 那就是我好丟臉喔 有個麻 有個麻 可不可以以後就在家裡上大號這樣 對 那義大利會迷什麼東方文化呢 其實你知道嗎 在義大利東方文化非常非常後面 才開始到 我住義大利的時候 沒有任何東方的東西 什麼店 什麼餐廳 什麼中文字都看不到 可是最近有一個東西真的爆紅了 就是那個 吃到飽的壽司 這都不是台灣的 它是 它是日本 它是最亞洲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 在我的城市 我們只有25萬個人 可是有6家 吃到飽的壽司 然後一個人要700塊 可是呢 很合理 很合理 很OK 不錯耶 對 可是 那味道呢 台幣炒飯好吃嗎 味道它輸給台灣 台灣的比較好吃 而且 其實那些店都不是日本人開的 全部都是中國人開的 而且那個菜單 我看的那個菜單 它有義大利文跟中文 它真的是沒有日文 沒有日文 完全沒有日文 對啊 而且你進來的時候 他們會說你好 他們不會說 你喜歡 對 好有趣 義大利人都不知道 他們完全不知道 大家都覺得 這是日本人 那個武術刀 在英國一般的那個即刻店 GEEK SHOP 可以買得到這樣的刀子 日本的武術刀 武術刀 對 一模一樣的那個跟電影一樣的 我之前我 我十六、十七歲 我跟一些朋友看那樣的電影 就是天天我們看到 就是很好玩 之後我朋友說 喔 我有那樣的刀 我說喔 是嗎 我不相信 他說喔 有啊 我上禮拜我買的 好 他去拿 然後他開始模仿那個剛剛的 就是 就覺得喔 很好 你知道那個 他有一個桃子對不對 有一個桃子 他放進去 怎樣 沒有 是他自己嗎 他的手指 直接在直接上面 就 砍掉 就在地板 好渴喔 那個時候 我們所有人不能開車 所以我們就是馬上去找他的媽媽 就是 MISS JONES 她受傷了 她就說 你們啊 你們傻瓜 你們對他怎麼樣 我說是他自己做的 他是大笨蛋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不能再去那個朋友的家 好可怕 我會把你真的不知道 自己好小心 自己好小心 那個超粒的 對啊 那超粒的 不然買那樣的單位 對啊 其實巴西 我們都是一直跟日本 比較相關的 的概念 是 因為日本在巴西 已經超過一百年的歷史 對 可是為了一件事情 巴西突然 就非常非常喜歡印度的文化 那個是為了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巴西有一個偶像劇 就是突然真的爆紅 爆紅到 然後他拿到了那個 艾美獎的第一名 然後那個 偶像劇的主題是什麼 就是印度 他們就把好多巴西的演員 拍到印度去了 去拍這個偶像劇 所以拍得好美 然後故事也很美 這個就還整 所有巴西女生 就是瘋狂 對印度的這個文化有興趣 然後她就開始去買衣服啊 那個印度的衣服啊 複装設備之類的 我覺得追垮的是什麼 是有一次我的阿姨 就是我媽媽的姐姐 請我去她家吃飯 然後就這樣子開門進去 阿姨我到家裡啊 然後就看到廚房 好像一個 一個印度的婆婆在那邊 我就看王阿姨問 欸 阿姨 你什麼時候經過一個 一個印度的外勞 不是外勞 這是你阿嬤 什麼 什麼 因為 她是我的外婆 可是我認不出來她 因為她好像在搭 那個 Cosplay的樣子 因為 對 也有抹那個 紅色的這邊 所以阿嬤是印度人 沒有 阿嬤是 原住民啊 對 可是因為哪時候 巴西女生就變成 喔 這個很好玩 我們就是來自己打扮 就是好像印度的女孩 所以比如說我的阿姨跟我妹妹 就會去我 是我親戚那邊的家 然後比如說買衣服啊 化妝會自己化妝自己弄啊 然後自己打扮 好像一個印度女孩一樣 所以這個真的還滿有趣 因為這個後來就是 巴西對印度這方面 也開始去了解 一個美國朋友啊 然後她就是在蒐集這種 中國的 就國具的這種臉譜 喔 那因為她 對 因為她就覺得很酷啊 很帥啊 就很不錯嘛 很特別 所以她經常就是會在網路上 就是買一堆這種臉譜 然後放 就是刮在她的牆壁上 就當一個裝飾嘛 然後就很不錯啊 還滿酷的 那我有一次 我去警察家嘛 然後我就看她的整個牆壁 因為全部都是這些 但是有一個面具 所以我一直都看了那個 你知道你哪裡怪怪的啊 然後我就想了一下 想到了 我就想說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一個 日本的舔過面具 它就是貼在那個上面 我就跟他說你知道嗎 這個其實不是中國的 跟中國完全沒有關係的 是日本神話的一個謠怪嘛 然後她就說 是嗎 她完全不知道 因為她一直以來都以為 這個是一個就是 融入了Pinocchio的 Pinocchio還是Pin 那個不是Pinocchio吧 怎麼那麼好笑啊 應該在國外 亞洲的發明的東西 最受歡迎 就是功夫 功夫 真的我們很喜歡 都覺得那些動作 然後又練得很厲害 然後就看了很多電影啊 然後就是 但很多人其實也不知道 很多不同的東西來自不同國家 有Tai Kwon Do 有Judo Jiu Jitsu Karate 都不一樣啊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 他跟我講 他就是最愛李小龍 他想要成為 加拿大的李小龍 但我已經在亞洲幾年 他就跟我分享 然後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OK 很棒 那你在練什麼 你知道嗎 他跟我講 他在練空手道 日本的空手道 然後練到Blue Bell 那已經是白黃 橘 綠 已經第五個了吧 好多時間耶 就已經練那麼久 哇 還沒有人告訴他 其實李小龍 從來沒有練空手道 好美 沒有人 沒有人在練這個 所以就是很可惜啊 這個在巴西 會出類似一樣的問題 可是問題在哪裡 因為就是不管是什麼 比如說日本還是中國 還是什麼 他們都全部是覺得是日本文化 他們全部是覺得是日本文化 真的 對 因為在巴西的日本人 是全世界 除了日本國內以外 最多的 真的 超過一百五十萬 不是喔 而且自己巴西的國家 有自己的那個 日本假期 有時候我們在巴西 老師會比如說 我和馬丁阿龍 你們下個禮拜要做一個報告 所以我們就是要做一個團隊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在輪流一個人的家去做功課 那每一次那個新的同學去來我家 他們都會認為我的家好像一個日本博物館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家裡我爸爸就是好像放在牆壁 比如說中國文化的畫畫啊 還是中國刀啊還是什麼 他們都一直會以為那個是日本的東西 我一直跟他們說這個不是日本 這個是中國類的東西 最快就是一個朋友真的超白癡的 然後我爸爸超生氣的 就是他是來做功課吧 然後你知道我客廳那邊有一個小舞台 然後上面有一個一個 廣工 廣工 對 然後他就突然問我 我原來那個是什麼 我說這是我們家的廣工山 他說廣工山 他以為是動漫的那個公子 然後他就搬到我 我爸爸在那邊肯定是 他突然知道好酷耶 就是把那個光光拿下來 然後就是對我看喔 對我看喔 龜派氣功耶 我跟你們講 我爸爸傻眼超生氣的 因為在巴西的那個 吉隆族的主角的名字叫郭庫 他以為我說這個是光光 他以為是郭庫 差太多了吧 對 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差太多了 可是巴西人還是會覺得 就是很像的意思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喔 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彩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喔